铝的比重只有钢的三分之一 工业铝挤压材和铝压岩材 正在逐渐替代钢铁成为交通运输领域的基础材料 从产品研发、结构设计、生产工艺等方面 全面采用新技术 并向客户提供产品轻量化整体方案 深受中国交通业信赖 新型铝合金动车车身比传统钢铁车身减重一半 使新型动车组在运行过程中更快、更节能 为中国铁路和重要交通部门所采用 全铝新能源巴士 全铝拖挂车、消防车、环保车、油罐车、铝制托盘等高附加值产品 轻量化交通运输产品 展现了公司的卓越技术和产品核心竞争力 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盈利